接下來的話我們剛剛錄完的結果 我已經把它稍微註解一下 註解寫的方法因為跟之前講的其實都差不多 上面的註解不見得一定要跟我打一樣的字 反正你看得懂的敘述都可以 我的習慣就是有點像是條列的 反正前面可能加編號 這個數字這個形式其實不一定要長這樣 只是我個人習慣因為我是按照步驟 一二三四五六七總共八個動作 那我就在上面加一個敘述 那我至少往後回頭看 我會知道說我到底做哪些動作 不然你回頭看如果沒有註解 你自己看你可能看的會很累 你也不知道到底做什麼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順便透過這個錄製的過程當中 加速寫的同時也順便稍微看一下那個程式 也把它稍微學習一下 因為這些都跟VBA其實是相通的 那當然了那個至於要怎麼寫怎麼改 我覺得就慢慢你累積經驗之後 你就慢慢比較會有答案了 至於程式說真的也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反正前提因為老闆不會管你過程 結果對就好了 因為老闆你的程式碼給我看一下 應該不會有老闆那麼無聊吧 還會要求這麼多 反正結果可以辦得到就可以了 至於過程他不會管說你這個是用錄製的呢 還是你自己寫的呢 或者是TrackGVD幫你寫的呢 其實這些比較不care 所以假如說我們已經做完之後的話 那當然run應該沒問題 所以12345678就完成了 但是問題好像還是有一個不完美的地方 有沒有 剛剛我們按下去之後 結果馬上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感覺好像有點卡卡的 好像有點壞掉的感覺 有沒有 那當然不影響結果 結果對不對 對OK 那其實就可以了 只是說呢 有些人當然會覺得 就是如果可以讓它更好 不要出現那個奇怪的畫面有點殘隱的狀態的話 那應該會更好 可是你要去思考說為什麼會發生那個殘隱 主要原因在哪裡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有點像是我們現在做那個切換動作 那這個切換動作其實是 程式是一直往下run嘛 它不會等的 可是問題喔 這個 跑比較久的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它必須向下填autofill這裡 因為它一個公式嘛 它便檢查一遍 然後總共一千個 它便要檢查一千次 那會造成說 它跑這個地方autofill還在跑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呢 下面你要叫它切回來的時候 它還沒做完耶 你就已經叫它要切回來了 那當然一定會怎麼樣 有點像那個畫面 到底該不該做那邊的畫面 還是要做這邊的兩邊工作表 有點像互相搶資源的感覺 所以喔 這邊如果假設你不希望 有那個殘隱的感覺的話 那實際上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呢 因為呢 它主要原因是 那個畫面 它一定要切過去之後 它必須怎麼樣 你做的任何動作 它一定要幫你顯示在畫面上面 也就是畫面要一直不斷更新 那這個也是 所謂視覺化那個工具的缺點 因為視覺化工具 其實浪費最多資源的 都在畫那個畫面給你看 那實際上用在後面 要執行那個資料的處理的部分 其實就沒那麼多 所以啦其實如果你要解決剛剛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呢 你必須 你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再呼叫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呢 它就管什麼 管畫面更新的 OK 然後把那個畫面更新的這件事情 叫它不要做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不是 有一個地方好像那個 是否刪除 一直跳一直跳 然後呢 當然那個東西 我說 同學問說 那邊關掉嗎 可以 那誰管的 Excel管的 那Excel那個物件的話 它叫application 還記得吧 application 有沒有 這個嘛 那 也就是說啦 畫面要不要更新 其實理論上也是它管的 如果它裡面呢 有那個設定 可以關閉的話 那把它關閉不就好了 之前我的想法是這樣 那我就試試看 你可以用推的嘛 因為它 理論上是這樣 那實際上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我就給它點下去 那畫面的話 英文的開頭應該是什麼 畫面應該是 Screen嘛 所以你就打一個S 欸 更新的話叫什麼 Update嘛 那Update的 進行式的話叫 對 所以 畫面 要不要幫你更新 欸 ScreenUpdate 欸 看起來好像應該蠻接近的了 所以呢 把它點兩下 然後後面等號看看 就是 當然我剛剛講過啦 如果你 因為這邊可以選 你就選FORCE 如果假設它沒跳出 你就輸入0也可以 0的話就是FORCE OK 所以這個 所以以後你看到說 老師為什麼有的地方人家都打0 有的地方你 有的打FORCE 這會搞很混亂耶 不用混亂 以後齁 你看應該就知道了 那至於哪一個好啦 看你個人習慣嘛 對啊對啊 你如果像我個人就打個0 那如果這邊有FORCE可以選 那我就選FORCE比較好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把它關掉了 欸 其實後面齁 要不要加這一件事齁 ScreenUpdate好像不用耶 對 因為 我不確定啦 不過 我不加好像都沒有試 所以後來我就不加 我本來會有加 所以你要不要加這個 我覺得兩可啦 當然 你們如果有發現說沒有加額 這樣的人錯誤 可能再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自己試的是沒發現問題 所以我就不加了 OK 因為這個東西可能還是要經過很多人驗證 才會有比較多的當然 可是網路上其實也找不到太多的訊息啦 OK 大部分都是 我覺得還是要有人分享 才會推動這個東西 VBA好像才慢慢被大家用得很順 可是如果沒有人分享 我是覺得應該大家還是停滯在那個地方 所以一個技術 能不能被大家使用 我覺得還是需要有人去Push OK 好 那 所以呢 做完之後 就加一個東西 是不是就這麼厲害 我們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做完之後 輕調 按一下 剛剛畫面會這樣一直一直一直閃動的狀態 欸 有沒有發現 現在齁 他畫面呢 居然 完全沒有 像剛剛那種狀態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錄製劇齊齁 他會有切Select這個動作 一定還是會有那個殘影的問題 所以很簡單 就加一個什麼呢 叫做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等於False就可以了 所以這其實還蠻簡單的 另外跟各位講 這個還有 額外的好效益耶 因為我試了一下我發現 如果你把ScreenUpdating等於False 他執行的速度 好像快了 大概百分 百分之多少 大概 快一些些 大概至少快三成 我試過 那主要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就不需要去管說畫面要不要重新繪製那件事情 因為繪製畫面其實也蠻浪費系統資源的 CPU也要一直畫 顯示卡也要一直畫 那就會浪費 所以你會發現關掉之後 跑的效率也會比較好一些些 好像還是有點慢 但是一定比人工快太多了 那更不要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查的是 只有這個1000筆 可是如果你把它關 把這個刪掉 那這個時候應該就是 1000 應該就5000多筆了 所以可能會更多 時間 但可能聚集是不是要重新 看一下底下 有沒有比較多 嗯 我不確定 Range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我們Range好像還在 還在B1000 所以可能你這個程式也要跟著改 不然他好像也到1000而已 OK 試試看好了 那另外呢 待會來看一下 如果啦 你說 老師可是 我不想用錄製的人 我想用自己寫 那所以呢 如果想要自己寫一個叫什麼 黑名單篩選 那假設我希望在上面建一個 叫黑名單篩選VBA Enter 也就是說齁 我們等一下試試看齁 但難度也蠻高的啦 至少 但是比較之下 程式比較簡短 然後呢 就比較不會像那個底下的程式那麼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齁 來 試一下 那剛剛的話呢 主要就是說 針對齁 那個黑名單篩選的部分 我又加了一個畫面更新把它關掉齁 那對齁 然後就很給你 找你 把 Rica MING